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脚腿无力 酸胀 疼痛 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几分钟之后才能继续行走 从命理健康角度来看 小姜之提醒 这可能是下肢的血管堵塞了 也就是腿梗 那什么是腿梗又有哪些特征 该如何预防呢 小姜之接下来给酱友们具体分析一下 一 什么是腿梗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不少人觉得上了年纪腿脚不灵变那是正常事 可有一种很罕见的疾病 叫做腿梗 听说过脑梗 心梗 可从来没听过腿也会梗塞呀 对 没错 你没有听错 下肢血管也会阻塞 从而引起下肢动脉缺血 严重时发生肢体坏死 这就叫做腿梗 腿梗的专业说法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跟脑梗 心梗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血管不通 阻塞造成的症状体征 其实腿梗发病率 危害程度都不亚于心梗和脑梗 心梗和脑梗如果就治不及时 多数情况下是直接要命 而腿梗处理不及时是要腿 再放任不管就更会要命 腿梗说白了就是腿上的血管堵了 二 腿梗的四个不同阶段 一 无明显症状期 只是腿脚出现发凉 发麻 感觉不舒服 二 间歇性颇行机 行走一段时间后出现肌肉疼痛 痰磷和疲乏无力 被迫停止活动或者行走 症状可以完全缓解 再次行走之后症状又出现 三 静息痛期 即使不运动 不走路 仍然会有下肢疼痛 尤其在夜里入睡时更重 这个阶段必须赶快积极治疗 否则就会进入坏居期 四 坏居期 发展到最后 脚板出现发干 就是有紫色瘀斑 溃疡 坏居了 这个时候就要截肢 截止了 好好一个人就要变成残疾人 因此腿梗也不能忽视 三 下肢血管堵 容易伪装成两种病 一 老寒腿 常述的老寒腿在瘀血上叫做 膝骨性关节炎 而下肢动脉硬化壁测症 有着和老寒腿相似的病症所在 二 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肩盘突出也会出现 下肢疼痛 间歇性剖形等症状 但从一般症状上来说 一走路就疼痛 可能是腰椎病 走一段路才开始疼痛 可能是下肢动脉硬化 四 什么人容易发生腿梗 与下肢动脉硬化壁色症 发病的有关因素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吸烟 肥胖等等 因此 酒高一少 高血脂 高血糖 高尿酸 高体重 高血压 高血粘稠度 高年龄 高精神压力 高烟瘾和少运动的中老年人 是动脉硬化壁色症的高危因素 本病多发育50岁以上的患者 人体在大约30岁以后 动脉开始有脂质沉淀 到中年以后 就应当关注自己的 动脉血管的周样硬化情况 每年定期到医院 检查动脉血管 而且在生活当中 一旦出现腿疼 特别是伴随着下肢麻木 发冷 间歇性颇形等症状 一定要及时到 正规医院的血管疾病治疗科 进行治疗 五 如何判断自己 是否有腿梗 对于腿梗 可以在自家 就可以进行自查 即 看一看 摸一摸 走一走 一 看一看 一 看起身难不难 在休息的时候 血液供应 缓慢 腿的肌肉需要血的力量 并不强 休息状态下 站起来比较自如 开始走路的时候 也没问题 只有快步走 或者用力上楼 或走得多的时候 腿的肌肉需要更多的血液 本来供血就存在障碍的腿 就出现了症状 运动量增大 出现酸麻无力 抬不动 脉不开 休息一下 马上可以缓解 这是下肢动脉 硬化壁色症的典型表现 如果出现以上情况 需要检查血管 二 看腰弯不弯 如果走路时 走着走着就感觉腰部 却越来越不舒服 越走越痛苦 导致习惯性的弯着腰走路 则需要重视 可能是供血不足 导致腰椎管狭窄 或者腰间盘突出 就得弯着腰走路了 三 看足部颜色 如果足部颜色 有变白或者变紫暗 说明血管血液流通不畅 需要尽快去医院检查 二 摸一摸 就是摸一下足部温度 凉不凉 足背动脉存不存在 减弱没减弱 两边对比一下 一 摸摸脚 就知血管堵不堵 您可以摸一摸足背动脉 或者颈后动脉 感受一下自己两侧脉搏跳动 强弱是否相似 以此来判断下肢血管 有没有堵塞 二 摸足背动脉 足背动脉在脚背 如果腿脚是好的 会摸到强有力的脉搏跳动 而且随着心脏有规律的跳动 三 摸颈后动脉 颈后动脉在脚的内侧面 手轻轻放在颈后动脉 就能感觉到脉搏在跳动 如果您的脚特别怕冷 看上去苍白 一定要学会检查动脉搏动 一旦发现怕冷的脚摸不到脉搏 另一只好的脚却能摸到 很可能是出现了问题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三 走一走 就是以正常的步行速度走一段路 感觉一下小腿或者下肢 有没有酸痛等不适的感觉 若越走越缺 需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行走 初步判断是下肢血管堵塞的问题 建议去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六 腿梗的正确预防 一 点脚尖 减缓下肢血管堵塞 将脚跟离地抬起 用脚尖来支撑身体 保持约两秒后落下脚跟 站稳后再将脚跟抬起 重复进行 二 饮食清淡 饮食应以清淡素食为主 减少盐的摄入 少食油腻 糖 热量很高的食品 平时多饮水 三 介烟酒 这是防止动脉硬化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四 控制血压 高血压对血管损伤很大 持续十年的高血压 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 五 锻炼身体 坚持体育锻炼 制定相应的步行计划 即使工作忙 也应该每周两次运动 六 检查身体 发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同时 应该检查下肢血管的情况 因为以上疾病大多都是伴随而来的 七 注意养生防护 细心照料自己的双脚 注意保暖 避免外伤及感染 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 一旦出现腿疼 特别是伴随着下肢麻木 发冷 间歇性破形等症状 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的 血管外科进行治疗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